如果我不做 誰還記得 這多少錢 2萬 2萬 5千 那差得遠嗎 要1萬了 那是普通東西 這也有一點多 這樣吧 老人家 這1萬我看不到 沒事 但是我在那5千的基礎上 我可以再加 那沒事嘛 你看這個 這樣吧 多少我連賣 對 你是老人家 我就不給你一點一點的加 我就7千 然後你打電話問一下 7千 你要問一下 不問沒有機會 問才有機會 我這個六十個賣多少 我先問你 你問一下嘛 你問一下我看別的 連賣的話我很少問 那些東西放在我手上 大家都慎慎 因為這個料子現在好 然後也不可以 這樣吧 你打個電話問一下 你不問他就沒有機會 不是說我不 因為他較大的 你較都沒到 行吧 那就不免錢你老人家 不是免錢你老人家 再加一點反應你 中華 還是不可以拿到 真的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嘛 他中華都是比較普通的 只是說 我想做一個東西 有點適合我想要做的 一道錢 那都普通啊 這兩一般嘛 就是這兩一般 他這個就是 下的工錢 比我給的那個7千還要高 不然的話他就出不了效果 您老人家問一下 您問一下 對 我才有機會的 對 你不問你們的機會 口袋才是錢 老人家活到這個年紀 都把錢看得很大 我這話不亂說的 老人家活到這個年紀 經歷了以前的大饑荒 以前吃不飽 現在都能吃飽 現在跟那小孩這麼說 他都不相信 對對對 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兩個一樣大 你們兩個年紀一樣大 你是哪一年的 65年嘛 65啊 你以為你還比我大一點 我也給他大 那還不到60 58嘛 比我爹小三十幾歲 我爹這一輩子就是 把自己的小孩養大 然後有錢他就買回來吃掉 他就沒有買什麼房產之類的 很奇怪 他說你不懂 他說我們小小的時候 國家在打仗 稍微大一點呢 就我爺爺就很早過世 他的弟弟妹妹都很小 所以他吃飽穿暖 就很滿足了 沒有想那麼多 他每一個年代 他的對於這個 錢的概念他不一樣 對 您老人家也是玩味道的 老人家你這個料子多少錢 這個料子 可以加12碗 嗯 賣不了 賣不了是吧 不好意思啊 沒事沒事 賣不了那你問他 沒事這個我知道 不是你問他差的遠還是不遠 你要是差的遠 我們就掉頭就走 不要磨蹭你的時間 那也不多嘛 因為我給你的底下 我這個年度生意 你知道 據說給你底下差也不會很多嘛 嗯 那您老人家再問他一下 差的遠還是不遠 我剛才都跟他說了 但是你說那裡差好遠呢 沒有 那你說你那個 1萬元7千差勤有大 應該是不大 不不不 像這種架工的料子過來 這3000塊錢 用它在工上 它就不一樣了 我給你說一下 你這都是有味道的東西 你說這個東西 關鍵是看著嘛 你說這個料子的底子 跟這種料子的底子 就不一樣 因為這個料子比較細 比較有 嗯 這個料子取貨起來 跟這個料子取貨起來 就不一樣 是這樣 它這個霧塵呢 就很薄 它就是好像那個皮 是染上去的一樣 就是很薄很薄 不會 不過這個料子 我跟你說 你要看這邊 是嗎 薄的地方 要看厚的地方 嗯 好 你來挑 哪裡最厚 我跟你說 跟這個地方肯定厚 這個地方是不厚 因為我以前嘛 我是做成品的 那個薄的地方可以掉 那個厚的掉起來 曲線是厚的 是嗎 價值就不一樣 那這個東西能做啥 這個 嗯 我跟你說 如果是我以前 我要什麼做 把這裡切掉 切掉 做小 做什麼題材 這個要看個人喜歡 如果您老人家做 你做什麼題材 這個如果要做一個人物 應該就可以 人物 這個做人物太清想了吧 因為現在 有的兩小時 就知道派什麼上傳 誰要把那個頭部 處理好了 其他的都可以 神聖有裂都不管他 不會有裂 因為其他的地方 可以按什麼鈴鐺去處理 這樣吧老爺子 那我就來個最後一口架 如果再不行 那就算啊 沒事沒事 八千 我跟你說一下 嗯 我打個數 能做生意就說 不能做我也不免錢 老爺子 硬北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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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賣就賣 我打電話問一下 那行 漂亮 我給你了 這個東西 買什麼錢送 來 你給我少一下 好 來 先把錢收了 哎 不急嘛 怕什麼 我也不怕 你給你跑 我倒是不會跑 我是怕 你老人家信號不好 等一下我錢付過去了 他還沒顯示出來 我又不敢走 倒過去啦 老爺子 謝謝 好 生意辛龍 身體健康 這個料子 其實它的黃很薄很薄 沒什麼用的 這個一磨下去 黃就沒有了 然後這裡 它是有一點淡淡的青色 我要做 港北的好江南 南泥灣 為什麼呢 那邊它都是黃土高波 它就需要一種黃黃的 然後沒什麼素 這邊綠色是 因為 南泥灣大開發 智力更生 看到這一幅圖你就知道 我為什麼要把這塊料子買下來 因為它非常符合這個題材 你知道我們的南泥灣是在哪裡 陕北 有一首歌叫黃土高波 那裡就是黃的 所以我這一整面黃的 到時候基本上不動 前面就這麼做 根據這些綠色的分布 把它做成像田一樣的 裝甲裝甲 這邊還有在 接著在開墾 上面這裡 你們看不出來 你們看到它的服飾哦 就是我們陕北那一種服飾 包著頭 然後這裡打著一個截 像蝴蝶結一樣子的 你看 但是你們這樣看不出來 到時候做的時候就會表現出來 然後這邊呢 是一個軍人 南泥灣時期的那個軍人 然後呢 指揮開墾 自己動手 瘋一竹蛇 關於這一段歷史 相信熟悉南泥灣的人都知道 為什麼我們自己動手 瘋一竹蛇 現在在自然光底下 大陽光 你們看不清了 這個料子起貨 大大出乎我的理想之中 我想像它沒這麼好的 我買這個料子呢 就是因為 首先整個是外面的外黃包裹著 然後裡面呢 帶有一點點那個淡淡的青色 那時候我想去 你看我們南泥灣發展在哪裡 陕北 陕北到處都是黃土 所以它這裡有黃 有青色 我就想著 做我們南泥灣大開發 然後你看啊 這邊還在開墾 然後這邊呢 應該是在出蟲還是什麼的 因為這個時候明顯還不到 可以收割的季節嘛 這邊在巴拉著 我估計是在看 這裡開始歸黃了 是不是在收割了 然後這邊的人物你看 有領導在指揮 然後呢 風吹草地見牛羊 我們在後面 你看這裡有個人在放牛放羊 這明顯的是牛 這是羊 但是太小了 不好表現 就是大概壓了個輪廓 其他的就按照山體來做 別的不說 你們如果我不做 誰還記得 拿泥灣